第零501章 团聚 一别多年 终于重逢 虽有伤感 但更多的是喜悦 十号内心满足 脸上带着泪与笑 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亲情 不要怪你的弟弟 显然 夫妻二人在剖开虚空时 透过那裂缝 见到了兄弟二人曾对峙 甚至出手 他们张了张嘴 有太多的话想说 可又不知如何启齿 希望两个孩子可以和睦相处 十号了然 用力点头 道 我与弟弟是手足 会相互照顾的 真的不要怪他 情依宁落泪 当年 从那被血洗十万里的哭得回来后 夫妻两人万念俱灰 心中凄苦 充满了悲与痛 思念那个命运多舛的幼 他们难以释怀 无法忘记 幼时的时候 是那么的可爱与强健 天生具有至尊骨 却被人挖走 衰弱不堪 最终一在石村 奄奄一息 几乎是等死 在很长的时间内 夫妇二人都沉浸在痛苦中 最后 让他们走出阴影的 是第二个孩子 看着他同样的稚嫩 一样的大眼明亮 无比的可爱 两人终于有了一种寄托 心中有了希望 为此 他们为第二孩子起名为号 沿用长子之名 依旧叫十号 寄托思念 难以忘怀 可惜的是 身在布老山 许多事难以改变 第二个孩子 被情族格外关注 寄予厚望 被改姓为情 叫情号 次子自幼 便接受情族的教导 天纵之姿得到开启 的确强大的可怕 分外受到宠溺 石子林夫妇二人 无法阻止情族众人 改第二孩子姓氏的举动 便以号称之 度过了最初的悲伤 他们将心血 全部倾注在 第二孩子的身上 希望他无忧 而健康地长大 不管怎样说 情族在认真培养 给予了这个孩子 足够的资源 夫妻二人 是不会阻止的 父母对于孩子的爱 是毋庸置疑的 两个人 对第二个孩子 非常喜欢 尽管来到他们身边的时间 远没有在情族人那里多 有一天 情族一些人 有意无意间 告诉了这个孩子 他的出生 是其父母 为了救曾经的一个孩子 而所做的努力 为什么 幼年的秦浩 忍不住大声问 情族有人告诉他 他能来到这个世上 带有很强的目的性 是为了挽救 曾经的一个孩子 并且告诉他 若是相救那个孩子 他在几年内 都可能会很虚弱 需用他的精血去滋养 以他的血为药 那一天 秦浩大哭 不断落泪 找到父母 吵着问 他是不是一个替代品 是否还有一个哥哥 为了救那个哥哥 才有了他 石子林夫妇心中悲伤 却柔声告诉他的 的确曾有一个哥哥 但是却死去了 再也见不到了 他不是替代品 或许 早先想要这个孩子 来到世上 是为了救第一个孩子 但也不可能害他性命 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 而随着十号死去 夫妻二人将所有的爱 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事实上 身为父母 怎么可能会不爱 自己的孩子呢 特别是失去第一个孩子后 两人更加珍惜次子 只是 秦号却始终记着 还曾有一个哥哥 秦族的长辈都告诉他 父母是为了救那个哥哥 才有了他 石子林相当地痛恨秦族 怎么可能这样教导孩子 埋下这样的种子 有些悲伤的是过去就算了 为何让一个孩子知道 可是 无论怎样 他们夫妻也改变不了这一切 真的不要怪你的弟弟 他只是一个孩子 有心结 认为他始终比不上 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秦宜宁再一次这样说道 十号能够感受到 父母也很爱那个弟弟 不断解释 就是怕他们不目 父亲 母亲 我知道 无论如何 他都是我的亲弟弟 是最亲近的人 十号轻语 让他们不用多说 两人点头 拉着他的手 不断地喃喃诉说 两年前 双十大战突然爆发 着实震动各域 秦号意外得知 自己的哥哥未死 便有了一种比较心理 那么强大的哥哥 强势出事 如果回来 会引发父母怎样的牵挂 他自幼就有心结 想与哥哥比 双十大战过后很久 石子林夫妇偶然得知 当年那衰弱的长子 竟然还活着 而且如此的惊艳 傲视天下同龄人 当时喜极而泣 相拥落泪 也是在那日起 他们觉察到了 秦号的一些小心结 孩子 你不知道 当我们得知你 还在世上 还活着时 有多么的高兴 仿佛所有的遗憾 都不存在了 秦宜宁身为母亲 想到什么说什么 又哭又笑 两年前那一战震动天下 小石之名传四方 连玄狱都知道 夫妻二人愧疚而又自豪 那是他们的孩子 不曾倚仗他人 靠自己崛起 竟以名动天下 可惜那一战过后 小石直接消失 折服近两年 才再次出事 我业务不老善 石子林皱眉说道 因为 据他所知 便是那十亿的成长 都有些不老善的影子 暗中左右了魔灵湖 让他们提供相应的资源 只为成熟时去采摘宝骨 可惜的是出了意外 双十大战在虚神界进行 秦族的人去了 也不是两个少年的对手 但他们知道 石亿的真身在哪里 藏在魔灵湖 故此一意过后 当他陨落时 秦族人立即行动 要夺走那具肉身 让他们遗憾与忌惮的是 上古不败的神话 那个灰衣女子重现 所向无敌 带走了石亿的肉身 让他们采摘大药的计划落空 不敢去阴风 十号皱眉 难怪秦族对他又想拉拢 又十分忌惮 还有点担心与害怕 当中竟有这么多隐情 一是母亲那一脉的人 在上街拜了 被囚禁于此 二是他奄奄一息时 秦族人冷漠不相助 血淋淋地告诉父母 不可能浪费圣药 三是竟为了采摘宝骨大药 还曾助十亿成长 这些前后对比 不老山烟能不担忧 怕他与父母相见 知道一切真相 有古怪 小塔自语 他盯着此地的祭坛 看个不停 分明感受到了至尊的气息 人为造就一个少年至尊 这是第一步吗 他惊疑不定 秦族有一个至尊涅槃计划 到底要实现什么 似乎需要秦昊 十号这等人相助才行 这些早已听闻过 他的话语 打断了一家三口 十号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祖父 非常迫切 想要了解真相 他很担忧 祖父为他付出了太多 提到十五爷 十子林夫妇也是怒火天鹰 老人带着阿满 寻到布老山 表明来意后 被人引了进来 当他真正知道 两人被求神谷 非常愤怒 他想救出自己的儿女 但终究不是尊者对手 被打得大口渴血 大魔神英雄一世 在此受辱 口中渴血连连 秦族 布老山 十号大叫 愤懑无比 尽管已经斩掉了秦战 但还是有一股愈火 没关系 一会儿去将布老山的宝库搬光 一件东西都不剩 用以补偿 以后再打到上界去 小塔窜多 祖父还有阿满 真的进入上界了吗 十号问道 心中不安 十子灵点头 那一次他叫来秦号 不管怎样说 赤子深的布老山 诸多老祖宠溺 可以做成许多事 那一日 十子灵千叮宁万祖父 告诫秦号 大魔神是他的亲祖父 一定要想办法救出 送进传送阵 使他与阿满脱困 秦号最终做到了 只是出了意外 送进古老法阵 开启后 竟是通往上界 这 十号一阵无言 孩子 自从知道你还活着 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从未有过那么幸福 秦宁宁脸上挂着泪水笑道 我的孩子 纵然失去了至尊骨 一样崛起 傲视天下 辟逆群雄 真的是绝艳古尽 十子灵非常自豪 用手在十号肩头 用力一拍 不远处 一个少年站立 看着他们 一身银色战衣 流转神明的气息 手持一杆银色的战毛 寂静无声 孩子 快过来 这是你的哥哥 是你的亲兄长 秦宁宁发现次子 擦去泪水 冲他招手 孩子 快过来 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十子灵也说道 秦宁走来 一身银白战衣赠亮 将他衬托得很非凡 面孔虽稚嫩 但依旧像是一尊神子般 通体都发光 只是 他有点沉默 看着十号 又看向父母 显然听到了 刚才他们最后的对话 十号经历过很多苦难 十分早熟 见到弟弟这个样子 明白 他终究还是个孩子 还有些稚嫩 觉得自己抢了 他在父母中的位置吗 弟弟 无论如何 我们都是最亲近的人 将来不管发生什么 你我都是亲兄弟 我会照顾好你 十号饱含感情地说道 我不用 我会成为天地中最强的人 秦昊说道 好 弟弟以后会成为最强的人 那就照顾哥哥吧 十号笑着开口 如果让人看到 一贯强势的十号 屁腻天下群雄的小石 这样说话 一定会吃惊 不敢相信 咦 不对 有股强大的气息在破镜 这是什么人 小塔突然震惊 远处 那不灭的生灵 一对金色的羽翼遮天蔽日 惊霞赤胜 挤压满了苍茫天地 它像是一个盖世的魔尊 五行山不断镇压 但始终难以再将它封印回去 就在这一刻 一股浩大的气息突然出现 恐怖滔天 震动了不老山 传到了整片悬域 绝对有一尊不可想象的存在 将要出现了 不老天尊 你要强行下剑吗 急眼了 小塔开口 十分吃惊 第零五零二章 不老天尊 若星河生灭 似朝露滚霞 这天地中明灭不定 各种光乱冲 繁复与玄傲的秩序呈现 而后又突然溃灭 可怕的波动 与无与伦比的气息缠绕在一起 虚空像是一幅破烂的画卷 在那异常的光雾中抖动 哗啦啦作响 这情景特别 这法则难明 晦涩而繁傲 流转着混沌光 十分的恐怖 天地大变 无上强者显化 将要降临 寸许高的小塔轻轻一震 洁白霞光垂落 将十号灯笼罩在内 护在当中 大 不远处 一座青铜古殿发出颤音 正是原来五行山上的那座 并未损坏 此时坐落在山地中 在它上面 绿袖斑斑 此时不断脱落 整体竟开始发光 如绿玉般剔透 有点不像青铜 而像是宝玉 这般银灿的铜 也算是世间罕见 铜殿是不灭的坐标 小塔说道 他严阵以待 若真是那个人下来 麻烦很大 他都要卷进去 要有一战 远处 那生灵发狂 自身瘦小 但是那双金色羽翼 若垂天之云 浩荡无穷金黄物碍与霞光 轰隆隆雷鸣 双翅一阵 天地暴碎 这是一副无比可怕的景象 他发狂了 不计后果 天穷如瓷器遭击 迅速军裂 并且蔓延向域外 而在其脚下 那地面直接爆开 无声的烟灭 化成巨大的深渊 他抖动五行神炼 铁锁音响个不停 震 五行山大喝 若不出手 这片大地都要沉陷 寸草不生 布老山肯定不复存在 还好 他的五行根机能 造化万物 代表了天地中的五大本源 足以护持此地 波纹扩散向天外 而这片山川却无恙 哄 一声暴响 那对金色的羽翼下 雷电交织 混沌气剧烈翻涌 那骨力量强到极致 破碎了一切禁骨 那祭坛炸开了 原本五行神炼 锁着不灭的生灵 拴在这座祭坛上 使之难以远逃 可是现在骨坛被毁 这生灵将要解脱 金色羽翼一阵 域外星辰和化身的精气 不断汇聚而来 没入他的双翼中 冲入他的口鼻间 急速补充其元气 上界巨头要下来 逼得他不得不拼命 不惜伤筋动骨 以密法强行炸开那祭坛 满头焦黄乱发披散到脚下 遮住了那干枯的躯体 一双眼睛射出金色光束 冲破天宇 望向苍穹 充满战意 五行山发光 猛烈一阵 符号密布 化成五团朦胧的光 那是本源之力的显化 所困这头生灵 到了这一刻 靠他自己想把它封印很难 唯有等待上界的巨头下来 合力出手 才有机会成功 浮光冲销 洒满天地 诵经声响起 在那虚空中 显化出一尊巨大的身影 盘坐在那里 通体缭绕着一层 璀璨的银色光环 他每送出一个字 都化成一座符号巨山 向着那生灵压去 这是一种非常诡异 与可怖的景象 不老天尊 小塔大叫 那人果然出现了 盘坐虚空中 不断地诵经 以无上的念力笼罩 整片玄域都在共鸣 轻微地颤动 这是一个法力无穷的生灵 身影模糊 高坐九重天 银白光辉化成神盘 若一轮银白大日 将它裹在当中 一个又一个符号 从他嘴里跳出 他送的是不老仙精 众生皆可渡 现在竭尽全力 要度化那不灭的生灵 而五行山一配合 此事化成真正的法器形态 五种光束合一 成为一块宝印 刻着开天时代的印记 他悬在不老天尊的头上 与其共鸣 加持那送出的经文 一个又一个符号化成神山 正向那盖世生灵 有点不妙 这生灵刚脱困 被压了无尽岁月 元气大伤 别再被封住 小塔开口 十号一家人 也在紧张关注 尤其是他的父母 对于这难得的团聚 倍感惊喜 感伤带泪 生怕出意外 此时患得患失 只有一个情号 显得很沉默 银白法衣明亮 小脸非常严肃 用力握紧颤毛 毛子竟有些深邃 一瞬不瞬地看着 哄 不灭的生灵 仰头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声长啸 满头发丝发光 通体像是黄金铸成 演绎无上法则 在其头顶上方 一座又一座符纹神山粉碎 被他无敌的战气搅碎 他双翅一阵 这天地都容不下他的躯体 轰的一声 一对金色羽翼像是 两道神剑 斜斩向高天 天空中 那盘坐的身影依旧诵经 但是却也探出一只银白的大手 如玉石般晶莹 向下拍去 这一击 足以震动当时所有强者 流动不朽的气息 那是大道的对决 也是信念的争锋 更是个人意志的对抗 那里暴碎 万物俱要灭 五行山化城的宝印 垂露下光幕 锁住余波 护持不老山 并且将很大一部分神力 导向欲外 在这一击中 那不灭的生灵 身体亮呛 通体金黄 他终是身体枯竭 没有恢复到巅峰 吃了的大亏 但是 他战役高昂 并不惧怕 体内力量暴涨 他的躯体一下子放大 顶天立地 剑与天齐高 可以看到 神力在疯狂地运转 闪电劈啪作响 他整体拥有一种 难言的压迫感 众生都要仰望 随后 符号隆隆 他的一双羽翼展开 厚重的金色云雾滔天而上 在其体外 有一片壮若星河般的光带缠绕 他仿佛亘古长存 始于开天辟地前 这是一次今天的对决 他双手捏印 轰沙而上 那盘坐的身影 一阵摇动 笼罩他的银色大日被击破 被逼起身 一捏法印向下拍去 与之对决 这么年轻啊 在那荧光被破开的刹那 十号双目炯炯 匆匆间看到了那位天尊 年轻的金人 外表不过十八九岁 俊美无比 充满生机 这与想象中的庄严 古朴 木气沉沉不同 颠覆了此前的想法 天空中 大战惊世 那是大道的碰撞 父亲 母亲 弟弟 我们快走 十号反赶布老山 现在这般危险 不想待下去 要带着亲人远离此地 我不走 秦浩摇头 看着天空 目光坚定无比 小塔若有所觉 垂下混沌器 去触碰此地的祭坛 那里散发有莫名的至尊气息 他刚一触动 那里便腾起无尽的符号 恍惚间有龙吟 依稀间 见到神皇涅槃 那里诡异无比 有莫名的道运流转 这是什么 人为造就至尊的根基所在 小塔自语 瞥了一眼少年秦浩 这座祭坛一栋 历时惊动虚空中的不老天尊 他口诵真经 传下一道神念 宏大神圣 亦有一股威严 我不老山的血脉 怎能容外人干预 天尊 我不走 秦浩大声道 十号醋眉 没有说什么 十子林夫妇 拉住次子的手 目光中焦急 也有一种隐忧 最后看向那座古怪的祭坛 很麻烦 小塔开口 他盯着那祭坛 这个时候 古朴的祭坛流动光辉 垂落下一道道秩序神练 竟与那秦浩连接在一起 两者共鸣 小塔 将他们带走 十号道 他对不老山没有一点好感 当年不去就有血缘关系的他 是他为路边野草也就罢了 还求自己的父母 伤自己的祖父 更是要夺他十国 他与不老山对立 双方间难以善了 他不希望家人在此 要带到宁静与安全的地狱去 我的路 不用你安排 秦浩目光很盛 言辞拒绝 十号一正 他的确没有资格与权力 左右弟弟的路 可是放在这里 他真的不安 不老山不是一个善地 十子林夫妇张了张嘴 搂住十号 又拉住秦浩 看了一眼那祭坛 难以说出口 他们知道情况复杂 次子的成长 与这里有密切关联 哄 虚空中 传来激烈响声 对决不断 银色光团爆碎 不老天敦的身影 再次显化 而那不灭声灵也倒退 小塔一震 大笑道 原来是上界的投影 并非真身降临 只能在短时间内发威 我就说嘛 想下来必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 怎能如此随意 小塔帮帮我 十号暗中传音 带着恳求 他希望家人能脱离此地 不想出现什么意外 渴望亲情 管他什么古怪 统统先收走 小塔说道 通体发光 混沌气洒落 将此地笼罩 刷的一声 无论是祭坛 还是石子林夫妇 亦或是秦浩 都被收进塔身内 那是我不老山的人 你无法真正带走 虚空中 不老天敦开口 不过却没有干预 继续与那不灭的生灵开战 小塔冷笑 没有理会 他在静等时间 因为这是不老天敦的投影 发为时间有限 果然 时间不长 那不灭的生灵 不再量强倒退 稳住了局势 纵横冲杀 虽然也不时被五行山压制 遭受重击 但战役却越发的惊人 他很难被杀灭 不然也不会被阵风到现在 嘿 去宝阔 小塔道 国带着石浩 一闪而灭 对于此地 他神殿一扫 便什么都可叹得 驾轻就熟 经验老到无比 一下子就寻到了 一座封印的洞府 混沌剑气一扫 静置被毁 那石门成为积粉 当中宝光流转 刺的人眼睛生疼 石浩原本还心不在焉 一直想着 父母还有弟弟 可进入这里后 也被惊呆了 好多的神物 布老山底蕴吓人 入木便是一堆神料 盈盈灿灿 缭绕瑞霞 光雾澎湃 神力波动惊人 小塔哈哈大笑 连他都没有想到 收获能这么大 在这里一次性发现 很多天才地宝 神性光辉普照 浩哥你是我的神 塔爷你是我人生路上的指名灯 打神师苏醒 在石浩的发丝上摇动 可拙劲地拍马屁 这里也有他需要的宝料 便是石浩 见过石国的皇宫宝库 此时也有点眼花缭乱 这里一片祥和 太绚丽了 无尽宝物堆积 嗯 他在一个角落 看到一小块残骨 银白而润泽 与那些神料比起来 很不显眼 但是 他却心头大惊 快步冲了过去 一把捡到手中 第零五零三章 接至 这块骨入手温润 放在掌心 光泽柔和 既不浮华绚烂 也不暗淡 握起来很舒服 十号激动 仔细确认 认真感应 他相信捡到质宝了 绝对是猜想到的 那种东西 不老山的人没有认出 让质宝蒙尘 随意丢弃在这里 若是知晓 怎会这样不在意 此前 十号曾见到过一块半 其中一块完好的在石村 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开启了修行之路 打捞了根基 那便是原始真结 被他留在村中 还有半块在石国都城意外所得 那是静拍下来的 就在身上 他快速取出 将两块银白的骨兑 接在一起 可惜 还不完整 依旧缺了一小块 他有疑惑 这若是拼凑完整 将是另一块原始真结吗 按照柳神所说 原始真结 共有上中下三篇 第一篇为神影 上界一些巨头接官看过 第二篇为超脱 就在这下界 很多人来寻觅 都无所获 这难道就是第二篇超脱 他觉得又不太像 若真是中篇超脱 我现在多半还看不懂 那是巨头级人物 才能观摩的东西 他自语 打神石过来鉴定 言道 这最起码也是一块天谷 只事经残缺 上面什么都不显示 无印记出现 小塔流口水 几番诱惑十号 想要吞掉 融入塔身 十号自然言辞拒绝 这东西太珍贵了 举世难寻 不可能再有替代品 若是毁掉的话 便是千古罪人 原始真结诞生于开天前 生长于混沌中 按照柳神所说 他明刻了最为质朴的道痕 可却拥有一种 画府围棋的秘笋 他先天地而生 造花万物 上面所烙印下的 飞禽走兽等 在开天辟地后的无尽岁月中 都一一呈现了 不管怎样说 材质一样 温润经营 与原始真结有关 十号虽然心绪不宁 总想着父母的事 但此时依旧是振奋 大喜过望 这绝对是一种巨大的收获 两块残骨拼接 还差一小块 便能组合完整 到时候 一定会给他惊喜 打神时嗷嗷怪叫 模仿十号在百段山的架势 嚷嚷着 我的 我的 都是我的 这宝库中各种材料堆积如山 散发宝灰 若一团阴云光雾 绚丽到令人眼韵 沉浸当中 无法自拔 西针的材料 在这里跟稻草似的 随便堆砌 一落又一落 而神料最起码 也有二十种 令小塔一阵怪叫 不过 便是在这种关头 他都让十号先动手 先行收起来 而后再送他 真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 让他如此谨慎 要遵从一种平衡法则 在这方面近乎古板 不懂变通 十号过了一变手 恋恋不舍 这些东西价值太大了 比如说太阳石 金黄赤圣 这是陨落的天日 浓缩为金河 化成拳头大 蕴含的能量 难以想象 便是在上界 那些神魔剑道 也会认为是极品宝料 这东西价值十分大 咦 运气啊 居然有一块混沌土 小塔惊讶 大喜过望 混沌土可不是繁物 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神料 举世难寻 可遇不可求 因为它蕴含有 混沌时代的印记 可以著成无上宝具 当年在库棚潮时 十号便得到一块 不是很大 被小塔忽悠了过去 在此地见到的这块 足有婴儿头那么大 好东西啊 小塔黑黑笑着 一口就要吞下去 十号拦阻 想要一块 将来造宝具实用 结果小塔一正言辞地拒绝 告诉他 将来有他帮忙 何气不成继承 我想修不灭战衣 十号叫道 可惜晚了 寸许高的小塔惊心牛影 将身前一堆神料 一扫而光 十号干瞪眼 结果惹来他邪秘 道 将那块银白残骨给我 我可以考虑 帮你寻一些神料 另一边打神师也不客气 他跟人一般 张开一张嘴 咔嚓咔嚓咬个不停 各种碎屑纷飞 狭光流转 当然 还有大批的材料 小塔看不上 打神师吞纳不了 全部被十号搜罗走 装进乾坤袋中 这些也都是吸针材料 只不过小塔要求太高 他只要神性材料 或者有独到符文的器物 而后去吞纳 余下的材料 将被十号充实石国宝库去 反正是布老山的东西 双方对立 这样劫掠 他没有一点复旧的心理 当走出宝库时 打神师打着宝阁 口中不断喷下光 跟喝醉了似的 至于小塔 也心满意足 通体洁白 早先大战留下的痕迹都消失了 布老山 自上古至今的积累 全被他们收走 这种损失难以估量 外界 大战激烈 布老天尊与那生灵对决 动用五行山 释放不朽的气息 咦 她怎么还在 投影不应显化 这么长时间才对 小塔一惊 不对 她带下来一件诡异的法器 忽然 她有所觉察 布老天尊的头上 多了一张图 模模糊糊 补充她一散的精气 使之可以征战更久 布老山的人 发觉宝库被刀 眼睛都红了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许多人大叫 小塔咽过拔毛 从宝库出来后 晃晃悠悠 开始破解此地大阵 连布阵的材料都不放过 这让十号看得都有点无语 走出宝库后 十号第一时间 奔赴布老山的药田 结果发现 这里所有草木都粘了 精气枯竭 好可惜啊 她心痛大叫 毫无疑问 那不灭的生灵脱困后 张口一息 天地元气 日月精华等经末期口中 就是这药田都不能幸免 这里有诸多灵药 真正是宝药成片 结果全都干枯 精华尽失 便是那根筋都受损 难以活下来了 这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十号叹气 无比的遗憾 难道入宝山而空回 这也太令人抓狂了 圣药在哪里 十号暂时抛开其他 化身成熊孩子 到处学末 更是取出众童 再次寻找 找到了 她一声惊叫 远方有一座法阵 十分隐秘 阻隔灵气外泻 她快速向前冲去 在路上 她见到了几座涅槃池 可惜都干涸了 她还没用尝试呢 那不灭生灵一出 就都给吸干了 这十分可惜 池中皆是宝叶 平白浪费 小塔赶紧破阵 十号有点紧张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 接触真正的圣药 布老山自然有高手 尤其是这块区域 可是谁能挡小塔 她轻轻一阵 瓦解神灵法阵 将一堆材料吸收 无须多说 这一次她的收获最大 所得神料成堆 咦 五色图 好东西啊 小塔怪叫 在这里 有一个灵夜池 可却早已干涸 精气耗尽 便是隔着大阵 也被不灭的生灵吞干了 而在池中 还有一个石盆 流转五色神光 这是世间含有的瑰宝 让小塔直流口水 急速冲了过来 这是五行山上 脱落下来的五色土 可栽种神物 正好想尝尝它什么味道 终于得到机会了 她笑个不停 不要 十号阻止 因为五色土中 栽种有一株植物 很怪异 共有五叶 每片叶子 都如婴儿手掌一般 只是颜色各不相同 这难道就是 布老山的圣药 五元树 可这分明一株草 并且无精打采 叶片发粘 都要死掉了 流动淡淡的五色霞光 有一股清香散发 嗯 在下界也只能是草 去了上界 才有可能蜕变为树 神性精华无量 不过 这株草也是圣药 被那生灵一口气 差点吸干 终究是圣药 生命力顽强 还活着 小塔也觉得有点可惜 这是圣药啊 虽然要死了 神性精华没有留下几分 但还是要搬走 万一将来能活过来呢 十号非常坚决 这一次 小塔难得的竟忍住了 没有吞食五色土 情族人震怒 有人见到他 搬走那栽种五元树的宝盆 都变色 可是却无力阻挡 好东西 终于得到了一株 真正意义上的圣药 希望他能复苏 十号非常惊喜 当年 他父母就是为求 这株药的几片叶子而来 结果遭拒 还被囚禁 而金 整株都被他搬走了 这东西 如果带到上界去 一定可以化身为五元树 价值无量 小塔点评 突然 他一阵露出金融 看向远方 而后一声低呼 暗道不妙 在那西方 有无量金光绽放 喷薄瑞霞 挤压满了天地 而后一尊巨大的身影显化 庄严而肃穆 慈悲而神圣 那是一个巨大的神像 通体金黄 盘坐在虚空中 比山月还高大 西方教那家伙 怎么也投影下来了 小塔神色凝重 那是一个巨大的法香 迅速浓缩成一个 杖六金身 通体金银而灿烂 急速而来 手持一根拇指簇的青竹 不灭的生灵转身就走 不再恋战 让小塔一惊的是 这不灭生灵向他飞来 这是典型的引火 想共同分担 小塔一声大叫 我放你出来 你却恩将仇报 替我挡三日 元气稍有恢复 必有后报 不灭的生灵说道 金色羽翼铺天盖地 声音震耳欲聋 小塔不打 转身就走 化成一道流光 震开虚空 以混沌气果带着石号 逃之夭夭 让他一个人去 对付三个 他才不会冒险 从来就是一个 不吃亏的主 奈何 这不灭的生灵速度 太快了 双翅一展 金色云雾汹涌 地上无量大山 成为飞灰 他一下子就追了上来 他就跟在屁股后面跑 缠住了小塔 气得小塔诅咒连连 啪 一根碧玉般金银的 青竹向前点来 击在小塔身上 让他跌了一个跟头 在后方 一具杖六金身发光 手持青竹而来 对他出手 小塔大怒 转过来就是一片 混沌剑气扫出 全部落下那杖六金身 恐怖无比 敢对我出手 当心我将你的妙语都拆光 另一边 不老天尊 还有五行山也追至 再次与那不灭的生灵对决 想要趁他虚弱而镇压 嗡 紫气东来 远处一头老牛出现 慢吞吞而行 拖着一道虚影降临 那生灵背负仙剑 也杀进战场中 小塔诅咒 怎么一下子都来了 他避而不战 急速而迟 再也不停留了 而那不灭的生灵 意狠警觉 并不硬抗 他紧追在小塔身后 就是不与他分开 气得小塔发飙 却也无可奈何 他只能威胁其他人 道 再敢追 等头影消散 将你等下界道桶灭得干净 这些人先后现身 引发莫名的变化 旋御摇动 生命气息蓬勃 以 某一太古宝界开启了 好大的机缘 杖六 惊身轻语 这一次 那被镇压无尽岁月的生灵 舍弃小塔 直接冲向前方 寻那缕神秘契机 小塔大骂 也追了下去 因为他也感知到 可能有大机缘出现了 果然啊 一个太古宝界出事了 上界巨头都很吃惊 10号被小塔带着 第一时间冲向那一密地 也非常惊异 因为他在这里见到了一些熟人 不久前刚认识的蓝羽 水月 红黄等上界贵女 与天才进在入口内 小塔一冲而入 几个巨头也跟入太古宝界 柳神 10号吃了一惊 感应到了一股滔天的波动 非常熟悉 那属于柳神 他消失多日 去寻一种大机缘 10号不曾想在这太古宝界中 意外发现了他的契机 显然这个地方出事 与柳神有关 第0504章 太古宝界 吃 破空之响传出 一条银银绿光飞来 击在小塔身上 让他一个翻滚 在虚空中摇摆不定 画出曲线轨迹 你欺人太甚 小塔怒了 几层塔身一起发光 飞出一只饕餐 强大凶猛 吞那万物 冲后迎去 杖六金身很震动 手中轻竹一点 倒则不断流转 一番对抗 最终啪的一声 击在饕餐的眉心 让他翻滚 而后化于无形中 西方教主非常强大 出手时 声势并不威猛 但是每一次 都记在关键点上 让人难受 暗运无上秩序之力 他们已杀入 太古宝界深处 杖六金身盯上了小塔 与之大战不错 而其他人 也偶尔向小塔攻击 法则如雷鸣 当然 这几人下界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封印那不灭的生灵 金色羽翼拍动 厚重的金色雾矮 与强大的神能波动 震得苍茫大地不断地崩碎 这片太古宝界 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冲击 不灭的生灵在激战 竭尽所能对抗 撕裂苍穹 倒阴隆隆 它强大无比 肉身展现出了极致的力量 在其体外 缭绕着一片星云 仿佛亘古不灭 一挂星河垂落 银银灿灿 十分地壮观 大 它的左肩 硬抗五行山一击 通体巨震 然而却也借此借力 又掌心喷涂五色神光 打向那奇牛的强者 坑枪一声金属颤音 对方拔出一口仙剑 这一刻 那赤圣的剑光 化作了永恒 切裂一切有形物质 五色神光被展开 风锐之气无可阻挡 依旧向着不灭的生灵劈来 剑红惊天 不灭的生灵双翅一阵 无尽的雷霆出现 当中夹着金色的羽毛 轰隆隆暴响 尽可改变剑光走向 引着它劈向不老天尊 枪 不老天尊捏擎天硬 动用金氏法力 抵住剑红 化解这一击 而后更是再次 向不灭生灵追击而去 扑 不灭的生灵遭遇围攻 形势危急 元气未复 终是受了重创 一口金色的血液喷出 击穿虚空 一些血液洒落 将下方一片山脉化成灰烬 难以阻挡其真血之力 它仰天大后 疯狂吸收天地精气 用以壮大己身 补充生命本源 它需要无量的天地精元 才能让自己登灵巅峰 柳神在哪里 十号金翼 进来后它的气息 突然不见了 隐在了虚空中 不光是它 其他人也寻找 一边大战 一边进入太古堡界最深处 搜索那种大机缘 所有人都知道 这里一定有大造化 了不得的东西要出事了 刚才被人触动静置 爆发了一股惊人的波动 如此才暴露 显然 柳神成功闯进静置中 这让其他几人心中一沉 一边大战 一边在此寻觅 神识如海洋一般浩瀚 搜索每一寸空间 太古堡界极其广袤 自成一界 就这样 他们一边大战 一边探索 此时 小塔发威 似被那西方教主激怒 浑身洁白 剔透欲低 释放不朽的大道法则 定住了那根青竹 而后 它的树层塔身分开 化成几道混沌光 分别冲向杖六金身 透发着无量神能 粉碎真空 一直被纠缠 几次遭击 它早有怒意 不再退走 大力出手 这几层塔身 蕴含莫大神威 皆散发混沌光 极其恐怖 强大无匹 带有一股开天的气息 化身混沌 杖六金身摇动 它虽然强大 但也不可能无所不能 被发怒的小塔撞来 以金色大手扶去 响声阵势 十号到吸冷气 它被护在一层塔身内 看得清清楚楚 那金色的手掌滑动间 虚空破碎 法则弥漫 强大无比 仿佛间有无尽星辰在生面 难怪可以硬汉小塔之身 这样的手段 古来罕见 那金身太强了 无与伦比 不过小塔发威后 形势也陡变 越发地激烈了 几层塔身若苍天压落 分别几项杖六金身 大 在那西方教主的脑后 出现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盘 宛若一轮大日般 阻挡住塔身 两者相撞 规则呈现 光芒普照十方 瘦 小塔大鹤 分开的几层塔身为笼杖六金身 将此地化成一个牢笼 他们向一起挤压 要重组真正的宝塔 哄 至神至圣的气息爆发 宏大无比 宛若一片宇宙开辟 无量星河重演 小塔重组真身 并将那杖六金身封了进去 与此同时 十号与父母等 被他传送出去 十号看得真切 心中震撼 小塔果然强势 竟敢吞掉西方教主 要将他炼化 虽说这只是一个投影 但依旧金身传出 响彻天地 小塔通体金黄 体内的无上强者 在冲击 想破出来 好强的力量 十号惊叹 那金身法像 透过虚空 蔓延向每一寸虚空 影响到了人的心神 犹若要度化 世间一切生灵 倒因震耳 显然 小塔也不想 与他真正生死拼命 轻轻一抖 将那金身又抛了出来 这虽然是投影 但是短时间内 发微与真身没有区别 杖六金身发光 盘坐虚空中 万劫不朽 迎送骤炎 吃 一道又一道 金光如锁链般 向着小塔蔓延而去 要将他困住 小塔冷笑 一声轻斥 爆 在刚才的对决中 他将杖六金身吞进去 已经布下一层混沌规则 此刻一影 那里轰然一响 彻底爆开 杖六金身周围 虚空塌陷 神力汹涌 让他陷入黑暗中 连金身法光都快消失了 这个极数的战斗可怕无边 谁想杀死谁都很难 即可长存不灭 须以特殊手段才行 但那时自身 也必会付出可怕代价 黑暗散去 虚空中金光大盛 那破碎之地重组 杖六金身盘坐 万劫不坏 依旧长存在那里 璀璨神圣光辉更胜了 他在诵经 并且双臂那里最为赤裂 金色的手臂 一条又一条地出现 转眼间便足有上千条 一起小塔拍来 牵手金身法相 这是一种盖世神通 无与伦比 一瞬间将威能提升到极致 为此极数的无上强者生死搏杀时 才会展现的手段 小塔一声怪叫 被一些金色手臂击中 翻飞了出去 他没有想到 对方的决心这么大 要将他收走 还想收我为之宝兵器 你的心倒是不小 小塔道 当然 这里也有引擎 他当年于上界大战时 为修复己身 曾夺走西方交易科 非常重要的射利子 引发巨变 遭改脚追杀 哄 小塔翻飞 再次遭急 一声暴响 他也拼命 通体发光 放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倍 并且将十号接引而来 使他盘坐在塔身上 妾神通一用 小塔道 他自身只余四层塔身 底气确实不足 相对来说 这一世 受损真的很严重 若是长拼下去 多半要吃大亏 嗡 小塔感觉 一股海量神能入体 牵引其胸部的符纹 化作一道秩序神炼 而后冲击 向那仗六金身 十号真身被守护 引在混沌中 盘坐塔身上 此时间接参战 小塔以神能补充 动用了他的至尊骨 造成一股十分可怕的波动 无上神光飞舞 将前方淹没 伴着大道和鸣 与那宋经声对抗 哄 这个地方暴碎 双方最后全都翻飞了出去 快 护着我的父母 十号焦急 怕大战波及到下方 虽然这个世界十分广阔 无边无际 但是这个极数的大战 难以常理夺之 一旦触及 万物皆灭 此界都可能重开 小塔发光 塔身内洒落下树杆阵旗 没入大地上 将一片区域笼罩 而后从此界消失 远处 碎裂的虚空愈合 那杖六金身在线 不再盘坐 手持一根拇指粗的青竹 散发盈盈绿侠 向前击来 这一击 虽然看似朴实 但是却蕴含了 可怕的规则之力 十号看得清楚 大吃一惊 他隐约坚决的 有原始真洁的朴素道理 在那青竹前方 虚空扭曲 宇宙仿佛在塌陷 好像有诸多星辰出现 而后又破灭 太过恐怖 哄 更为可怕的是 那不灭的生灵负伤 也冲到了这一边 结果引得不老天尊等一杀制 这几人成何为之事 将小塔还有不灭的生灵围在中间 一起出手 各种法光闪耀 向前震杀而下 妾神通一用 小塔再喝 一股充沛的元气 如海 出现在十号的星口 而后让那里发光 成为一轮小太阳 一个小人盘坐 迎送真经 这宝谷虽未成熟 但这声音一响彻天地 十号盘坐小塔上 被裹在混沌光中 散发一种至尊威能 这让几人都露出异色 目光有些炽热 向前击来 轰的一声 像在开天辟地 霞光漫天飞舞 简直要大破灭了 形势危急 十分不妙 几大强者何为他们 全都竭尽所能出手 这里沸腾 噗 那不灭的生灵 再次口吐金色血液 身体亮呛 避在小塔后方 小塔怪叫 诅咒连连 哗啦啦 突然 在这危急时刻 几条赤圣的秩序神链 从虚空中冲出 分别冲向杖六金身 不老天尊 五行山 以及奇牛的强者 柳神 十号心中大叫 他自然知道 是谁出手了 那精英的柳条 画成了最为灿烂的秩序链条 无物不破 强大无比 扑的一声 不老天尊第一个遭袭 他头上的那张阵图 轰然爆碎 另一根柳条 则缠绕向杖六金身 要索困这位极其强大的教主 还有一根神链冲来 温龙作响 虚空颤抖 直指那背负先见的强者眉心 震散那浓郁的重重紫气 第零505章 绝代柳神 不老天尊头上的阵图 乃是一件秘宝 可以加持其身 守住自身精气不散 延长投影在下界的时间 现在直接被击穿 画成一片碎块 洒落在四方 自然让他的投影不稳固 他下来的时间太长了 将要消散 杖六金身很强大 探出一只金色的手掌 啪的一声 与那柳枝撞在一起 双方都是一阵 然而 柳条金银剔透 柔软无比 一触之后 再次回旋 将杖六金身缠绕上 若锁链一般 要将他捆绑起来 西方教主并不惊慌 盘坐虚空中 开始诵经 他古朴而神圣 随后金色赤圣 从他的躯体中冲起 如火黄金燕般跳动 两者僵持 那柳条变得粗大 从手指粗化成手臂粗 若一条碧玉龙般 流动绿盈盈的西光 同时气息强大而射人 在柳条上 符号无穷 他像是大道的载体 再次真正显化 炼化这杖六金身 另一边 冲向奇牛强者的柳条 散发萌萌光晕 击到其眉心前时 被一根手指抵住 不得不说 此人恐怖 在这一瞬间 紫气东来 化成一片规则场域 将阵风一切 而这根手指 更是神力无穷 那里星河幻灭 混沌气翻腾 他紫气加深 守护住了本体 而一根手指点出 竟这般威力强决 伴着各种符号 宛若在开辟宇宙 枪 下一刻 他背负的仙剑自动出窍 若一轮太阳炸开 发出艳艳神光 杀起滔天 这柄剑十分可怕 锋芒毕露 像是可以斩断一切 无坚不摧 瞬息拔出 斩向那一根柳条 啪的一声 柳之清零而强大 碧律如玉 一个摆动 横击而来 打在剑背上 这一刻赤光暴涨 两者剧烈抖动 仅在这一瞬间而已 两者皆爆发最强神能 奇牛的强者 想要斩掉柳神的 这根主要枝条 那仙剑发光 越发璀璨 若横空的金屋斑 照耀大地 柳之也不再柔软 得到无穷神力滋补 而且神秘符号进出后 他赤胜无比 崩的笔直 化成了一杆绽毛 这是一条碧律的绽毛 与金属没有什么区别 同样寒光冷冽 同样锋锐无双 同时闪耀着密密麻麻的 神文符号 枪的一声 两者硬汗 颤音震耳 此刻 另一边也霞光大盛 五色神盲冲起 五行山化成的宝印 也受到了攻击 他喷薄瑞霞 令人吃惊的是 柳神的这根枝条 迅速汲取五行之力 吸收那种锐光 令那宝印一惊 飞快倒退 收敛神霞 这短暂的瞬间 柳神同时攻击三大高手 以及一剑混沌法器 一战之下 神威尽险 让人骇然 其中 布老天尊所受影响最深 因为他下界最久 而金纳阵图被击碎 使他形体暗淡 十分不稳固 投影随时会消失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意味着他与这太古宝剑 可能会错过 现在谁都知道 这里有大机缘 能够感受到那种神秘的波动 有混沌灵物的气息 等待着攫取 太古宝剑十分稀少 每一个都广袤无垠 自成一剑 当中生存着诸多灵物 更有开天前的东西 故此吸引各大巨头 关于这种宝剑的来历 不是什么秘密 大人物都了解 这种空间 原本也可以成为一方世界 只是在主世界开天后 它们被生生挤压 很难再扩展下去 并且 在太古年代 被一场大战所波及 本源有损 故此永远凝固 这种稀有的宝剑 它们的生长终止于太古 因此而被称为太古宝剑 据猜测 在那一战中 所有这样的空间 都受到了影响 皆停止了生长与开辟 不过 这等宝剑中 蕴含有开天前的印记 甚至有混沌宝物 因此一旦开启 必将是逆天的大造化与机缘 轰的一声 不远处传出剧烈的能量波动 杖六金身发光 它不断送金 若一尊金色的神奇燃烧 与此同时 其他人攻击而来 柳神收回所有之条 不再与西方教主等基站 暂停了下来 这短暂的一战 让人印象深刻 所有人都凛然 柳神的强大有目共睹 一人同时攻击几大巨头 强势无品 柳神寻找大机缘 独自一人来此 今日触碰此地的先天静止 是气机外泻 故此引来的这些人 哈哈 小塔大笑 现在底气足了 不用再逃 虽然人数上还吃亏 但绝对能一战了 不灭的生灵目露神盲 金色光束闪耀 看着太古宝界深处 显然是在凝视柳神 露出奇异之色 四对三 我们一面很大 既然来了 那就一战吧 不老天尊开口 什么四对三 你已经被除名了 连护身的秘宝都被积散 还不速速退避 回你的上界 小塔也鱼 他知道 不老天尊停住不了太长时间 而今精气迅速外泻 将会迅速虚弱而消散 不是真身 投影而已 保持巅峰状态时间 不可能太长久 不老天尊面色冷漠 哼了一声 他看起来十分的俊美 根本就没有一点 目气沉沉的样子 十分的年轻 具有生命活力 一战 奇牛的无上强者 也这般说道 他们时间无多 如果这样错过 可能会与天大的机缘 失之交臂 时间紧迫 唯有在这一战中 尽快定输赢 太古宝界深处 一道修长的身影走来 虽然朦胧 但是却气质超然 有一种莫名的神韵 像是超脱在室外 在其周围 有一个又一个赤圣的光团 组成一个璀璨的神盘 将其环绕中心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每一个光团中 都有一个神明 不断诵经 而后对其鼎礼膜拜 这种画面过于震撼 每一个璀璨光团 都像是一个世界 由一位神明主导 就这样 三千界合并在一起 形成一个神盘 笼罩柳神 越是细看 越是细想 这种神圣场景 越是让热惊骇 仿佛三千界的神明 都在对柳神一个人膜拜 看不清柳神的真容 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 但是此时他的姿态 却堪称风华绝代 在他的背后 还有一株柳树 万缕丝涛 一树碧莹 生机散出 并伴着一缕缕混沌气 神秘无比 柳神复原了吗 十号惊讶 再次相见 柳神的枝条 足有成百上千根了 状态极佳 绿光摇曳 灿烂而晶莹 修长身影走来 在其背后 还有这样一株神术 似是诸神都要 膜拜祭灵般 震撼人心 让再长几人 都极度忌惮 柳神没有说话 但是他的到来 一下子让气氛 紧张到了极点 上界巨头全都戒备 不敢有一丝大意 吃 西方教主第一个出手 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了 他不在盘坐 通体金黄 宝像庄严 大步而来 那种大道气息 堪称盖世 他抬手间 一根青竹点出 臂力无比 打向柳神的身体 这一击朴实 而乌乌波澜 看似简单平淡 但无论是柳神 还是其他人 都神色严肃 这绝对是西方教主 非常厉害的一击 大道质简 无需繁琐 那修长的身影 站在那里不动 但是笼罩他的神盘 却发光 一瞬间而已 天地共鸣 仿佛三千界的神明 在陷阱 吟唱无上昼言 哄 一股宏大的气息涌出 若诸神一起出手 震动了天上地下 柳神不动 但环绕他而膜拜的 神明结合 神光万丈 祭出各种宝树 别说十号震惊 就是小塔也有点发呆 暗自大叫 这也太强了 若非西方教主强大 仅这次碰撞 就要吃一个大亏 他像是在面对 三千界的众生 那种力量宏大无品 一瞬间而已 他扔出青竹杖 自身金光爆发 再次化成千手金身 璀璨若神艳燃烧 千手齐动 以最强姿态向前迎去 哄 天崩地裂 万物凋零 那修长身影窥然不动 唯有那神盘发光 若诸天星和环绕其身 与那杖六金身碰撞不止 西方教主诵经 不断出手 但就是难以攻进去 哄 突然 那早先被抛在不远处的青竹发光 一下子扎根虚空中 急速生长 化成一株仙竹 散发不朽的气息 镇压柳神 与此同时 骑牛的无上强者也出手了 手持仙剑向前攻去 剑光化作永恒 震撼人心 这一刻 不老天尊还有五行山也出手 一起向前镇压 要迎战大敌 出手 小塔大叫 联合那不灭的生灵一起上前 共战敌手 混战爆发 这个地方混沌气扩散 虚空湮灭 星河引线 十分的恐怖 柳神遭遇围攻 这些人主要针对他 因为皆知 在这里他最不好对付 不击败他 没有办法赢下战斗 哄 柳神的人身修长而挺拔 奥利那里 挥动法印出击 此时伴在他身后那株 碧莹莹的柳树一发光 大倒轰鸣 惊人转变发声 那扎根虚空中的青竹 直接被柳条缠住 而后汲取青竹的仙气 让他迅速枯黄 扑 一声轻响 那青竹爆碎 化成粉末 飘散在空中 西方教主的兵器 逐杖被毁 大战激烈 所有人都手段进出 这一刻毫不保留 便是忠心的柳神 也开始肃默 题外的三千戒神明燃烧 若符闻神艳 将他笼罩 大 柳神伸出一指点出 与骑牛强者的仙剑碰撞 轰然巨震 爆发无量神能 仙剑被震开 两者皆倒退 然而 手持仙剑的无上强者 却是一惊 运转紫气 想守护自己的坐骑 但还是晚了 扑的一声 在柳神这一指神威下 这片空间皆抖 而后粉碎 那青牛遭受冲击 直接一声哀鸣 化成光雨 就此磨灭 大战惊人 人影翻飞 法应幻灭 这一战惊天地气鬼神 难以想象 郑忠心那道修长的身影 绝艳当场 强大的令人惊叹 突然 柳神捏法印 化成一道浮光 出现在不老天尊的镜前 接连阵纸 大道气息弥漫 这里一片模糊 这是无上的宝树在喷勃 法则之力汹涌 让那里成为了混沌 不老天尊的身影早已黯淡 不能久留 此时遭遇攻伐 更加不知 噗 最终 一根下修长的手指点出 光运闪烁 落在不老天尊的眉心 让他愕然 美的脸上神色凝固 似不敢相信 砰的一声他炸开了 投影消失 归回上界 这个场面 令人深深震撼 哈哈 小塔畅快大笑 一扫此前的郁闷 而十号则看得神痴目眩 非常激动 你们也该回去了 柳神开口 看向杖六金身 还有那个手持仙剑的人 以及五行山 柳神话语很轻 净显超脱 但是却也有一种 无形的大威严 屁靡天下